那美西方法案势力所称的 新疆对维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 完全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误欠案 必须指出 是否构成种族灭绝 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律证据和程序标准 绝不是凭着某些国家 某些组织 某些人的主观意想 信口开河 恶意攻击 就可以认定的 新疆的各项政策措施 符合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符合各族群众切身利益和普遍愿望 符合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 是行的正 做的端的正义之举 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